大家好,华记9月12日报道 今天要讲讲香港的大潭 洪山半岛 不是塌楼,而是塌价 楼价是大塌 首先补充一下 洪山半岛在1990年和1992年 分别是入伙的 一二三期是一个独立屋 所谓的小屋 有246个小屋 第四期是分层单位的房屋 有248个 加上大概500个单位 今天看到洪山半岛的头牌屋也是最贵的 房屋由2500呎到5300呎不等 在2022年 楼价创过一个新高 大概$36,000一呎 但是现在最新的楼价 大概$26,000一呎 但$26,000一呎 基本上也不是市价 因为 经过这一水 前面那里 违规浅建 然后被屋与柱 火烧连环船 然后就逐渐 就去搜寻 看看你有没有潜建 那这个问题 就会可以令到承接力 可能有点影响 但是这一样东西我就不说了 因为这个是本身我的专业范畴 你说他楼价 说他的走势 或者说他未来的发展 或者被他屋与柱减号 等等 我想这些大把人说了 我今天就说另一样东西 其实 我看到这件事 市场上好像没什么人说的 就是仇富的心态 为什么仇富的心态 我看到很多人争有钱 所有的标题 和很多其他的网台 等等报道 很多人 就看着他 剝花生 看着他怎样死 为什么那些人的心态 就好像恒灾乐祸 其实 虹山半岛 每个人都非富则贵 就是成功人士 但是问题是 他塌楼 或者他的楼价大塌 或者他被人罚很多钱 或者他被人拉去坐牢 其实就不关你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觉得很过瘾 为什么我们人会有仇富的心态 其实道理就很简单 因为中国人仇富心态 都很普遍 甚至乎有人认为 穷人仇富人 是理所当然的事很正常 因为当富人与穷人有矛盾的时候 不理穷人有没有道理 富人往往都会被谴责 指责的一方 而穷人得到同情 理解 甚至支持 好像都是理所当然的 特别是 我们平民百姓 如果你想住洪山半岛 他拿到一亿几千万 有些是过亿 很多人一世都找不到那么多钱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到和小市民 政府就逮捕 有钱人逮捕 政府又不逮捕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的 坊间有些网台这样说 其实有没有钱 政府都逮捕 现在李家超带头 就说追究 哪个人禁建 现在你看到 为什么会政府这么高调 就是因为 他禁建的时候 作出一些破坏 我之前也说 如果他不破坏那个户土墙 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他在这个沿崖 兴建这个洪山半岛 头牌屋无敌海景前面 就是在万丈深渊 你去挖一个地牢 增加自己的空间的时候 你破坏了户土墙 结构破坏了 你这一件事就是很麻烦的 我们看到市民 为什么会看到仇富的心态 很喜欢看着别人死的心态 为什么会这样形成 其实这一件事 不是今天 其实全个地球 都会有仇富的心态 因为觉得 奸商奸商 你不奸怎么做伤人 你不做伤人怎么发达 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说 这个人发达当然是够奸才能发达 所以你见到人家住的 那些都不是人住的 全部都禽兽住的 不是谁赚那么多钱 其实坊间有很多人 在传递我现在的讯息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每个人的阶段都不同 当一个平民百姓 你住在洪山半岛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一样的 无论你住在天台 潜见一层 天上天 或者你在一个平台单位 潜见一间工人房 这些是看到的 潜见 但你住在洪山半岛 你潜见是看不到的 其实有钱和没钱人 都是贪心的 问题是 谁高点谁低点 你挖在下面人家看不到 就所谓高点 你在那个骑楼楼楼台 潜见一间工人房 就低点 或者你在天台那里 就多搭一层 人都见到 肯定被人高 所以其实 无论有没有钱的人 其他人的心态上 也有贪心 不过 有没有表露出来的 但我可以说一下 仇富的心态 如果这样下去 对社会是没有一个好的影响 因为 成功人士永远都是包容的 通常我说一下 一般来说 一个人 如果成功人士 他面对失败的时候 他就会检讨自己 但有些失败的时候 他就会怪责别人 会有这个之分 究竟你是先检讨自己 还是先赖了别人 一般的成功人士 我看到 他都是自己先检讨 不会先赖了别人 很多时候都会发生 说回洪山半岛 住的这班都是成功人士 现在有些代理说 10间有8间都会检讨 有些就说 检讨一层 这些算有良心 1000尺 因为你知道 我都说过 你那层楼如果真的 3万元一尺 你检讨1000尺 那里已经是3000万 检讨2000尺 就6000万 你楼价减半 那当然是贪心 但对于这些人士 其实有很多权贵 我们亦免得罪 只不过我说个心态上 如果你买了洪山半岛 你作为一个成功人士 你买的时候 你都知道 他有个地牢 你知道他有个地牢的时候 你不知道会那么大事 会塌楼 其实他不是塌楼 塌山泥 楼应该不会塌 不过是大塌价 现在你维修就是天文数字 那点就是 你作为成功人士 你当初买这层楼 你都知道他的地牢是潜建 只不过情况是很普遍 大部分独立屋 很多时候都会向下发展挖地牢 问题是他没有入职 没有了一个正途的申请 接着 他现在面对 被人追究了 你看到三个屋主 70、72、74 他们全部都去到游浮 你很有趣的 住几千尺的人 不在自己家屋住 出了去游浮 你住酒店最多是几百尺 基本上 你见到他们 财务自由 又生云换水 有些人仇负心态 有些人仇负心态 逮捕他就对了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那些人 他面对现在这些检控 他不会像一般小市民 那麽恐慌 他是很鸽定的 我买回来是这样的 你说禅建 OK 禅建 你就告我禅建 但不是我亲手挖的 是我透过一间建筑公司 他跟我挖的 其实你应该要告那间建筑公司 更严重 还有 他买的时候 已经是本身有个地牢 他可能 相对来说 他不是真的拆楼 好像较早时在大陆 有个人买了一个单位 整层的储全部拆掉 然后楼上就变了危楼 这些呢 就是拆楼的人 那个罪行大一点 喂 我叫你挖地牢 我没有叫你拆户土墙 我没有叫你破坏了整体屋院的结构 你明白吗 他不懂得禅建 原来会破坏流月结构 因为你向下挖 不知道会破坏 因为他现在 他禅建是这样的 有些人垂直挖 他伤害不了 那个户土墙 但他现在这只为何会那么大事 他向前挖 向下向前挖 向前挖撞到户土墙 他连户土墙都拆掉 再向前面好像寶藏那样挖啊挖啊挖啊挖 占 好笑得花样来 挖啊挖啊挖 know 當然啦 πο maximum arrite 面穿 rag 到那些民态就有数千万 好了 这些民态 当初大买的房子 他也不知道 你破坏了户 имеет 还不是 你破坏户害 然後不算 所以你问 现在做出 对这班人的检控 我认为这班人 其實他們不見錢 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如果在紅山半島的業主來說 財務自由 我告訴你,這班人不害怕 為甚麼? 他們只是用錢去解決這個問題 如何入住也好 他們不會立即拘捕那個人去坐牢 他們全部都是罰錢 他們的責任都是民事訴訟 刑事檢控是檢控的那間建築公司 所以 社會上 不用那麼多仇富心態 因為我自己覺得要作出一個平衡 任何人僭建都不對 不過問題是 如果僭建是破壞樓宇的結構 影響到公眾的利益 那就大件事 但小市民 我們當幸災樂戶、剝花生 純粹自嗨 那班人 沒有甚麼大反應 不會說很糟糕 怎麼辦 你想想很多明星都有 反而我覺得 發展到另一件事 如果哪個立法會議員 他是住在小屋 而在紅山半島 剛好他是業主 而他又是有僭建 這些人就害怕了 所以從商的人 錢解決這個問題 但從政的人 是很糟糕的 為甚麼 當年唐英年參選特首 和梁振英 如果不是因為他在 九龍堂的單位 掘了一個地牢 可能唐英年做特首 所以從政和從商 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從政 一衰這些 死定了 如果你現在 不要說我開口中 之前我都說火燒連環旋 又開口中 現在你就猜猜 有沒有一些立法會議員 或者高官 他無論是 在紅山半島有樓 或者他只要有獨立屋 只要你做到他有獨立屋 再找人看看 他的地牢有沒有掘洞 他一定會 今天華記給記者提示 你只要掘到哪一個高官 哪一個立法會議員 他是住在屋子 他一定中 大部份中 不要說一定 即 僭建掘地牢 這個是很通常見的 不過我本身 是做市區的 我們做屋子多 你說在新界地方 廣島地方 做那些小屋子 我是相對比較少 就算我做都是做村屋 丁屋 就沒有這些東西 通常這些是高級別墅 因為你的工程費都貴 所以你的樓宅 樓價 貴 你掘到一兩千石 你才會掘到幾千萬出來 那個樓價 所以你基本上這些是豪宅 才會比較 情況多些出現 所以 見到社會上 有很多這些心態 其實 我想告訴廣大的網友 你以為剝花生幸災六獲 他們這群權貴 或者這群有錢人 他們其實 不害怕 他們用一個平常心 他們不見錢而已 是嗎 所以呢 我們 又要這樣看 亦都是平常心看待這件事 政府會做事 現在已經是上傳媒 以及記者會踢的 所以我們作為小市民 就奉勸大家 手法 一定沒有問題 無論你住屋宅 住屋宅 也不要僭建 直播再跟大家分析 多謝 拜拜 Yunny 是 今天風和日麗 好天 曬得我們真的要擔傘 但也無阻我們要過來看這個樓盤 因為為什麼 本身這個屋苑有個湖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 是的 入到來很寧靜 是的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Yunny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們位於珠海斗門 我們來到這個樓盤 叫做行玉江山會 這個樓盤很吸引 Wuby 首先最重要就是便宜 怎樣便宜 因為2016年的時候 這裡是賣2萬元一方 現在只需16000至17000元一方 16000至17000元 或者已經扔了價 減了價 差不多8折了 是的 還有一件事 最划算是甚麼呢 最容易上車的就是一乘首期 一乘首期 可以做九乘安傑 香港也不行 九乘安傑 89方可以買到三房兩廳 兩個洗手間 咦 說九乘一乘首期 十多萬左右人民幣 不行 不行 你預計到八十九方 56000至17000 可能是85萬左右 15萬的一乘首期 加多一點雜費 雜費 20萬左右 20萬 很划算 非常吸引 最重要是燃樓 Wuby 是燃樓 即買即住 疲倫還